朋友你好,欢迎回到碎片记忆频道 今天是2022年11月23日 开始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节目 欧洲议会以494票赞成 58票反对 44票弃权的票数 通过了一项决议 宣布俄罗斯联邦为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 从投票的数据来看 这一决议得到了欧洲绝大部分国家和绝大部分精英的一致认可 也彰显了人类的良知和良性 欧洲是不能再对暴行沉默下去了 然而俄罗斯人显然是不服气的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瓦 23日在社交平台上发文称 建议认定欧洲议会为支持愚蠢行为的机构 当然网络里也少不了大量的脑残 批评欧洲议会是美国的干班 无法独立自主做出欧洲人自己的判断云云 而可怕的是 这样的声音还不是少数 让所有心中有良知的人愤懑不已 但是呢 就在扎哈罗瓦用他漂亮的皮囊说出这些恶毒的言语的时候 俄罗斯军队正在对乌克兰全境所有城市发动新一波的导弹袭击 如往常一样 乌军将拦截大部分的导弹和无人机 但肯定也会有一些电力设备收损 乌克兰部分地区已经出现了停电状况 昨天晚上 在乌克兰扎波罗热地区的威尔尼昂斯克 俄军的导弹 集中了一家妇产医院的产客病房 一名刚刚出生两天的婴儿 不幸遇害 那欧洲议会投票的结果到底对不对 到底是独立判断还是人云亦云 或者是在美国施压下做出的错误结论 关心俄乌战局的人每一天都在亲一眼见争 自战争开始以来 总有一些网络里充斥着责怪西方给乌克兰运送军火式拱火的声音 充斥着责骂泽连斯基 不下跪不投降不跪舔俄罗斯 就是对乌克兰全国人民不负责任的声音 我们很想问问这些人 泽连斯基到底应该怎么做才算是对乌克兰人民负责 西方应该怎么做才算是人之意尽 是不是就应该让俄罗斯长区植入 一小时22分钟拿下基辅 三天打穿乌克兰 让全体乌克兰军人引进旧路 乌克兰全民投票加入俄罗斯联邦 才是对欧洲对全人类做出应有的贡献 这么荒谬的逻辑 我们感觉可以跟杨金宇将军说一说 也可以跟佟林阁 郝孟林 王明璋 张自中将军们说一说 可以跟四行仓库的八百壮士们说一说 可以跟在抗日战争中死亡的 三千五百万中国军民们说一说 看看那些先辈能不能同意 看看那些民族之魂 是否能理解八十年后这个奇葩的时代 泽连斯基总统说 乌克兰将永远感谢所有 与俄罗斯占领者作战的人 感谢所有为我们的胜利而努力的人 感谢所有尽管不是职业军人 但战胜了占领者的人 感谢所有与我们一起捍卫自由的人 他说我们必须继续保持我们所有的团结力量和任性 以实现主要目标收复乌克兰全境和我们所有的人民 要打怕俄罗斯最重要的不是嘴皮子 而是战场 咱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战况简要描述 总的来说 依然在旧的战线附近来回的撕撤 双方未能取得影响战线变化的成果 一 俄罗斯军队可能正在加强在东扎巴鲁热和西端尼茨克州的战地 二 俄罗斯消息人士称 乌克兰军队继续沿斯瓦托夫克里米纳一线进行反攻行动 三 俄军继续在巴赫木特和阿富蒂夫卡周围开展进攻行动 四 克里米纳占领区的官员 对乌克兰袭击半岛上的俄罗斯地面交通线 以及在基本杀嘴正在进行的军事行动表现出高度的不安 今天乌克兰无人机还袭击了塞瓦斯托布尔 不过听说两架无人机均被俄军击落 今天乌军公布的战果数字 人员85,410人新增410人 坦克2897辆新增2辆 装甲车5832辆新增5辆 火炮1887门新增5门 咱们来看几个小战斗 一、乌克兰士兵使用自制的简易无人机对付战壕里的俄军 我们每天搜集俄乌战况的情报 每天都能看到大量的俄乌双方无人机消灭对方散兵的视频 在这场战争中 无人机比狙击手是更活跃 许多伤亡是由无人机投弹造成的 目前双方使用的四周无人机 载重量都比较小 也没有专业的弹药 更没有瞄准器 所以杀伤效率仍有待提高 但是如果出现一种载重量更大 更具备威力和精确度的弹药 那我们一点也不会觉得奇怪 这是一场改变战争形态的新型战争 二、11月22日晚上 据说西基塞瓦斯托布尔附近的巴拉克拉瓦热点厂的乌军无人机 均被俄军击落 三、一辆俄军T80主战坦克被神剑精确制导炮弹摧毁 四、一辆卵式防雷装甲车 在泥泞的乌克兰黑土地上亮亮强强 看来履带式的人员输送车辆在乌克兰战场依然是不可或缺的 另外这也提醒我们 现阶段作战对于双方而言都是一种折磨 等严寒的天气再保持一段时间 等土地动应之后 大规模的战争行动肯定会随之展开 好 咱们来看援助方面的好消息 第一、英国国防大臣本华莱士说 英国正在向乌克兰派遣直升机 这是自战争开始以来 英国第一次向乌克兰移交有人驾驶飞机 据BBC的了解 英国将提供三架前英国军方的海王直升机 第一架已经抵达 华莱士说 英国还将额外发送一万发火炮弹药 华莱士是在奥斯陆宣布的这一消息 他正在奥斯陆与盟国会面 讨论对基辅的持续军事支持 华莱士在奥斯陆说 英国的支持将继续坚定不移 而此前的周末 英国首相李希·苏纳克对基辅访问时 提出了一个新的5000万英镑的国防援助计划 其中包括125门高射炮和对付伊朗提供的无人机的设备 比这更早的11月初 英国还宣布赠送乌克兰1000枚拿三木式系统可用的地队空导弹 英国还向乌克兰部队提供冬季装备和训练 英国仍然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乌克兰军事援助捐助国 海王直升机是西方和北约广泛采用的反潜搜救消防等用途的中型综合直升机 起飞重量19段 英国军心的海王大概是用于搜救用途 前几天一名乌克兰飞行员的尸体在保加利亚海岸线上悲然发现 这名飞行员牺牲于6月份攻击蛇岛的一次任务中 乌克兰获得海王直升机将帮助提升人员搜救医疗救护方面的能力 第二 泽连斯基确认 欧盟将向乌克兰提供25亿欧元的宏观金融援助 美国已经宣布再提供45亿元 泽连斯基说 欧盟提供的下一批宏观财政援助为25亿欧元 我们预计明年的财政援助计划将得到批准 金额为180亿欧元 此外 美国宣布他们将很快提供额外的45亿美元资金 直接支持我们的预算 乌克兰总统感谢合作伙伴团结一致的重要步骤 并强调在他们的帮助下 乌克兰政府履行了对数百万乌克兰人的社会义务 泽连斯基表示 自全面战争开始以来 一直在向1100万乌克兰养老金领取者提供稳定的支付 此外 还有600万公民拥有各种形式的社会支持 仅本月社会知识金额就高达140亿乌克兰格里夫纳 包括对很多孩子的家庭和低收入家庭 单身母亲残疾人的援助 目前还有超过200万流离失所者从国家获得援助 加上预算部门员工的工资 泽连斯基表示将近一切努力确保为所有捍卫者支付报酬 此前有消息说 乌克兰计划将下一年度的国家税收总收入的93%用于军事方向 而政府需要维持运转的资金则绝大部分来自西方小伙伴的经济援助 如果没有外来援助 乌克兰肯定无法迅速打赢这场战争 许多俄孝们认为 这是乌克兰无法独立自主赢得胜利的证据 但其实他们的理解是错误的 俄罗斯的所作所为冒犯的不仅仅是乌克兰 而是所有热爱和平的国家和人民 想象一下 如果有人当街伤人害人 那么挺身而出制止嫌疑犯的 绝不仅仅是被害者的亲朋好友 而是所有希望维护社会秩序的人们和法治的力量 西方各国援助乌克兰是必要的 也是应该的 乌克兰感谢援助者 但西方也应该感谢乌克兰 如果不是乌克兰的付出 受害者是所有人 绝不仅仅只有乌克兰人 第三 昨天咱们视频中说过 保加利亚准备向乌克兰运送原住品 目前整个欧洲除了匈牙利之外 所有国家都开展了对乌克兰的援助 虽然网络里还有很多脑子不好使的人说这是拱火 但西方人民知道什么是正确的做法 援助乌克兰不仅是一种人道之举 还是一种道义责任 因为俄罗斯冒犯的是所有热爱和平的人 绝非警示乌克兰 此时不把俄罗斯干趴下等到本国圣灵涂炭时 还来得及吗 匈牙利的立场 十分的另类 欧尔班前不久还系了一条危机 上面部分的匈牙利领土 是属于乌克兰的 所以此人的所谓特立独行 可见一半 由此也可见匈牙利政坛的诡异之处 不过这点是不至于影响大局 匈牙利随后肯定也会遭到收拾的 为坏人邀请 为加害者助威的人 能有好下场吗 好 以上是本期视频与您分享的内容 感谢您的耐心观看 这里是碎片记忆频道 咱们稍后再会